作为世界上著名的名表品牌 劳力士 Rolex向来都是门投资保值之选 为其二手价格近年一沉不起 新蓬勃Subdial名表指数 Bloomberg Subdial Watch Index显示 劳力士已跌至两年新低 应名表二手价格的Subdial指数 在今年10月份下跌1.8% 为2021年来最低水平 而该指数追踪二手市场上交易额 大的50款手表的价格 目前较去年4月的高位 以及42% 当中劳力士整体贬值27% 另一名表品牌百达斐力 Patek Philippe 隔更跌近47% 彭博指出 由于整体供应量上升 加上帐高企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 经济不稳定等速 加上利率大幅升 手表收藏加被迫人手 导需求持续下降 Subdial共同创电人Christy Davis表示 二手市场上的表数量自8月以来已增加5% 随着供应量增加以及 受库存的时间更长 二手手表经销商降低估值 刺激销售 或导致奢华手表价格进一步走弱 Subdial追 五款近12个月跌价最严重 介乎15.5%至19.3%的劳力士表款 全均位已停产的Datona Daytona 除Zenith16520在Subdial及WatchCharts 二手价仍抛离零价4.76倍外 部分仅比零售价高约数千至数万元 有款式甚至低过零售价 其中Subdial追踪的 116,519即116,509都是罕见 是为两款白金的Tona在过去一年已分别跌近17.3% 19.3% 尽管劳力士的二手市场价格自触顶以来已大调整 但部分热门型号的交易价格仍然跑盈于 售价受欢迎的表款如已停产的GMT Master-200市圈16,710B 以及在生产的Submariner绿水轨是26,610LV 虽然近一年均跌价一成以上 在WatchCharts网站上二手价依然远高零售价 意味仍有得 相关文章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